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說這麼快就回到香港,順便中了COVID 現在的情況是兩條線,隔離 所以上個星期沒有片出,就是這個原因 這間屋的Network不容許我上載這麼大的File上YouTube 所以唯有掉了片 不好意思,就算剪了也沒用 希望我可以快點好,快點回到自己家 就可以上載片給大家 今天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韓國購物店第一集 沒錯,要分兩集 這次主要集中會說我在Olive Yarn買了什麼 在這樣一大袋,你們明白為什麼要分兩集 這裡其實我自己覺得不是買得很多 但是回看一張單,其中一張已經是492,000W 我總共是買了兩至三次 所以毫無懸念是過了50萬W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在Olive Yarn買了什麼 今次行Olive Yarn有什麼感受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馬上開始 今次我去韓國行Olive Yarn只有一個目標 是它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九宮格眼影牌子 這款應該不陌生吧 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是超級漂亮 針織紋,很冬天的感覺 雖然顏色不是很特別或有驚喜的顏色 是日常大家會用到的 我是不會摸的 這個是收藏級別 因為一摸就沒有了 總之我就買多了一盒 其實除了啡色還有一個比較偏粉紅色的 有一點點藕粉色紫色 然後小一點的這一盒就是同一個系列的胭脂 很明顯就是因為這一格的花紋太美 所以忍不住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如果大家想要這個眼影套裝 牌子我不記得是不是獨立食 就記住留意我的IG 我遲些會出一個giveaway post 除了這個牌子之外 其實我就對今次去韓國的化妝品有一點點失望 很多看下去顏色的排列都是差不多 都是啡色系、橙紅色系 來來去去換湯不換藥 就沒有去到一個令我很想沖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買了很少 例如我買了這三支的唇膏 它們分別是peripera、henz和hera 顏色方面我特意選到比較不一樣的 剛才NG了一次 這個peripera會比較偏向光草玫瑰色 henz是今天我用的顏色 我今天用了這個是偏向啡橙色一點點 然後hera就會是很鮮嫩的一個珊瑚色 你會看到它們的共通點就是三款都是比較透亮型的 完全不記得是hera 原來我還買多了一支唇膏 這個顏色我都沒有用過 它是死亡barby粉 我不是買錯色了嗎 不要緊啦 未試過可能很漂亮 我覺得包裝有點像chanel那一支 然後這一支就是primer 它有spf30pa兩個加 這次我沒有買底妝類 因為在韓國我發現我的膚色都不是太多選擇 我就不想勉強買 但是也買了一個primer 這個品牌本身我是有信心的 都挺潤的 好像挺適合冬天的時候 它潤得來又不會黏的 但是立即有滋潤了的感覺 不會說很泛白 有一點點提亮感 不過都要用了之後才可以給大家評價的 除了hera之外 我本身是有個牌子很有興趣 去到卡卡前面 試一下顏色 試一下質地 整個人是滅了火 除了顏色跟我不太合 它很多東西那種一摸下去 好像對香港的天氣有刺刺 但是我都少少地買了一件東西 我不可以執書 因為我真的本身很有興趣 它是一個化妝師出的品牌 我不亂讀了 因為是它的名字 我很怕讀錯 應該是底妝類比較出名的 但是我試過最深色 對我來說都是很淺色 我就沒有買底妝 遮瑕膏那類 反而買了這個我覺得是很有用 而且真的覺得值得去買的 你會看到一個陰影粉 它是有一個中間色 一個偏黃和一個偏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鼻影 可以用這一邊 如果你想打陰影的話 用這一邊是很好 而且它配了這個掃 掃質是很舒服 完全不是開架的質素 首先它的粉質是很細 你看到完全不會飛粉跌粉在旁邊 然後那些顏色很滑 它不是那些很厲害的陰影粉 反而是真的很自然 這次如果以化妝品來算 我覺得這個我是買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如果去韓國的話 我都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這個 但是說到便宜正 大件夾底食 就一定是Etohouse的 這次還有套裝 這樣一盒再加上掃 我記得都是很便宜的 大家可能都會問 為什麼我沒有買到Wikmik的 我第一次就沖Wikmik 最近很流行的漸變色陰影 兩個色號我都試完 然後默默放下了 我也很想買 但是不配就是不配的 顏色嘗到面上 要是太黃要是太灰 那就算了 有緣無份了 化妝品最後還有Clio的眼線筆 這個是朋友托我去幫忙買的 我看到他托得我買應該好用吧 我就跟著來買 好Smooth 我當時是沒有試過的 純粹麻木去買 但是蠻滑的 而且顏色蠻實色的 這個除了我買給自己 我還買多了一支給大家做熟食 然後就到一些化妝工具了 這個牌子叫做Fellemire 在Olive Yarn是極多它的東西 周圍都看到的 我就買了兩個這些 不是三個 這個我自己就拆了盒 但是沒用過 因為很亞位的盒 是送給人才要留個盒而已 就是一個美妝蛋 我看到它扁扁的 很有趣 而且看起來很綿密 我就買了回來 印象中這個牌子的東西是很便宜的 一直放在籃子上 不覺不覺買了超多 除了美妝蛋 我還買了兩支的化妝掃 兩個眼影掃 因為我很喜歡用一些小的 我就經常尋找一些便宜的 然後毛質會比較紮實一點 用來blend眼線 摸下去它也蠻舒服 這些也是讓我拆盒 盒子實在太亞位 冬天去旅行 季節實在要放太多的厚衣 搞不定 還有這個就是 我有興趣又是很久的 這個粉底盆 究竟怎樣用的呢 是否真的用它們去上粉底會漂亮一點 這次終於可以試一下 除了這些化妝工具之外 還有一些小工具 例如這個頭夾 我買了兩個 不知道放在哪裏呢 這個頭夾呢 就是用來令到那些音蓬鬆一點 就是上面這裏 它後面這裏是有梳的 可以梳完頭 之後拿起它 這樣夾下去 我也不肯定 是否這樣用的 我不管了 總之我就買多了一個 大家陪我試吧 還有還買了這個 之前這個牌子 其實我也有在香港找代購 買了電熱睫毛棒 我覺得挺好用的 所以今次看到它們有這一款 也是睫毛的 但是就是這樣夾上去 熱力應該是在上面 這裏 它裏面也是有電的 那就玩一下吧 我見到挺有趣的 我沒試過用這個形狀的電熱睫毛器 而且也買了它們的雙眼皮貼 試一下 這個我記得真的很便宜 可能是那些千多二千瓦 如果我沒有記錯 買了兩支自己試一下 說起梳 我在韓國買了一把梳 它是Tangle Teaser 是我很喜歡的梳牌子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很容易打卡的頭髮 你用這一把是無往而不利的 而且它的顏色這麼漂亮 雖然不是特別便宜 Tangle Teaser的梳都過一百元 但是它又漂亮 然後又好用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投資的 我之前那把是用了差不多十年了 頭髮用品我還買了髮尾油 它放在門口的當眼位置 買一送一 樣子又漂亮 沒理由不試一下 所以直接買了一套 不止一眼影掃 我還買了這個 應該是遮瑕掃 我最近在研究不同的遮瑕掃 它的毛質也是很密的 之後很滑 完全不刺激 因為我買了MAC那個 然後我家裡又有RAR BEAUTY 我打算買它回來做對比 可以遲些跟大家分享 護膚笨這次我只專注在一個品牌 叫做RUNNAP 可能因為家裡實在數量太多太飽和 我不是說很有衝動 不斷這樣又買那樣又試 不過這個品牌 都是近年討論度挺高 挺熱門 我就每樣買少許回來試一下 當然有它們最出名的Toner 和Lotion 然後是它們超級出名 好像拿了不知什麼 第一位是它們的防曬 然後也試了它們的MASK 我在OLIVAN買其他面膜回酒店敷 打算哪一款好用就大手入貨 狂掃回來 但是我發現自己在香港敷的面膜已經很好 它們可能是差不多 又或者是覺得沒有我平時敷的那麼有感受 那我就沒有買到 這兩款我都是回到香港才試的 這個小的不用買 它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小小的保濕 然後帶的這一款我覺得可以入手的 它保濕度不錯 然後質地是舒服的 它那個啫喱質地是很貼面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有興趣 又不貴的時候可以買這一款 但是就未去到哇的聲音 很驚艷 然後是爆燈指數 又未去到那麼誇張的 不錯的一款面膜 最後我還買了這一款的Bagel零食 是觀眾的許願書 如果不是觀眾許願 我想我不知道現在這麼HIT這種零食 它是一個Bagel的脆片 裡面是硬的 像薯片一樣 買了應該是最熱門的 一個蒜蓉牛油味 一個忌廉湯味 還有熟米湯味 熟米湯是我私心喜歡的 這個沒吃過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IG story 如果很好吃 我這個不是零食控到喜歡的話 我會跟大家去推介 現在就免得吃 因為我還是喉嚨 不太舒服 等我好回來才吃 以上就是我在韓國 Oleve yarn的一些戰利品 給大家想像中有沒有少到 在我自己預期中 本身是有很多眼影 粉底 遮瑕 胭脂 唇膏 狂買突買 但是去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例如Explorer 或者Clio 之後At2House 很多品牌出來出去的東西 是令我沒有那種心動 要全部包飾 加上在街上 沒有了那種Miche Innestria Nature Republic 一直掃下去 橫掃街頭的感覺 沒有了 不比較冷清 而且沒有了以前那種好好買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自己心態改變了 還是這次去韓國的時候 跟以前實在是太大的差別 可能要Warm up 之後要多去幾次旅行 熱身一下才可以回來那種購物狂 雖然都買了很多 但是以前的我是再瘋狂一點 這次未去到失心瘋的程度 我自己覺得 Anyway 可能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大家就不是這樣說了 第二集就會有些衣服 有些食物 其他粒粒粒的東西 都會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Shopping Haul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 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色錄鏡衣 逢色日鏡周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很氣喘 而且是不是很暗 我只要沒有帶毛 就立刻光了 不是我黑了 只不過是這頂帽子的陰影 它遮得太好 這頂不是今次新的 應該認得的吧 對 好啦 那我們下次的Shopping Haul再見啦 再見啦